师傅将已经用中药腌制过的鸡肉 一支支用钢管穿起 放在木炭上头慢慢火烤 并且不时翻转控制火候 空气当中也渐渐散发出香气 这是业者的招牌菜钢管鸡 现在趁着母亲节 只要来乌日啤酒大街用餐 就能够免费享用这道料理 在用餐方面 我们也希望能够多所琢磨 所以特别引进 在拉拉山的一个师傅 在桃远拉拉山的师傅 的这一个探考的一个钢管机 那么希望具有这样子的特色 再配合主厨来自屏东 那么万软的一个猪脚 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一个多风味 能够多选择的一个口味 业者表示 位在乌日啤酒厂旁边的光华街 几年前在地方努力下 打造了啤酒大街 不过因为像台铁成租的 合约到期 加上部分店家属于维建 因此之前暂停营业 最近经过重新整修 新店家进驻 啤酒大街又再度开张 经过过去七年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们希望把乌日的这个啤酒大街 能够走出更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月老的这个园区 包括两棵的百年这个老树 打造的这个休闲的这个园区 然后配合餐饮 那么希望给所有的乡亲呢 一个假日另外一个一个去处 啤酒大街重新出发 期待结合母亲节的游会活动 以新气象继续经营 未来除了会举办系列在地的特色活动 地方也希望结合附近的高铁车站 以及捷运站人潮带动观光 捷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